这两天很多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热坏了吧 尤其昨天台北市的气温飙到了39.3度 打破了台北气象战的百年记录 也让用电量飙出了今年新高 不过今天台北市的气温其实并没有比昨天高 但是你可以看到用电量确实比昨天还来得多 而且距离史上最高的记录只有8万千瓦的微小差距 台电就说了如果下个礼拜天气还是这么热的话 那么全国的用电量恐怕就会飙到了许上新高了